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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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逻辑上来说 我们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来着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要找到进攻目标 对不对 好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局面 全盘来说 我们看黑棋能称为被进攻目标的 我们砸门了一下 就是四眼望去好像没有 对 我们是白棋 大家看板田先生是白棋 你要说白棋要被进攻的话 这一颗棋子显然是一个被攻的目标 这两颗棋子也是被进攻的目标 但是他要去攻谁呢 这个好像完全找不到答案 对不对 OK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为什么说这个叫围棋攻击法里面 会有这么一个局面 这么一个题目 非常有意思 我们来看一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暂时黑棋确实是没有什么攻击的目标 而且肯定是白棋这两颗棋子 目前要仓皇逃算了 不然被人家大头一般 二子头一般受不了 普通来说就是长 长的话 黑棋有两种下法 一种下法是从这度过 第二种下法就是从上面飞 我觉得这个局面来说 黑棋多半会选择从上面飞 因为黑棋在这种地方 每多一颗棋子 我们可以看 比如说走过来 走过来 走过去 这种地方每多一颗棋子 远远的白棋 另外一块棋会受到强烈的这种 会感受到强烈的压力 是哪呢 大家看一看 可能你们很快就会发现 对 就是这颗棋子 黑棋的每一步棋 实际上都是在徐徐的布阵 都是在布下天罗地网 等黑棋下一步 再把这走过来的时候 通过这个尖冲 顶 这个就是一个收网行动了 搬过来 在走到这的时候 我们看白棋这颗棋子 基本上是可以宣告无疾而终了 在黑棋茫茫的阵势当中 这颗棋子毫无生路 所以说 作为白棋来讲 白棋实际上是不喜欢看到这个局面的 就是白棋这两颗棋子虽然要跑 但是他特别不希望单纯的逃跑 然后让人家顺势 助席到后臂 然后这颗棋子实际上就基本较大了 好 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 还是在介绍这个背景 介绍这个局面的背景 我们还没有进入正题 实战白棋下了一招 非常有意思的一步棋 就拉开了我们说 这个局面 就是白棋进攻的一个序幕 这个局面让我看完之后 我只能说是 围棋原来真是水平高跟水平低 这是天壤之别 高手下棋原来可以这么不讲道理 这个不讲道理当然是引号了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 可能他们是完全不讲道理 实际上是很符合棋理的 他下一招其实走在这 点在这 也就是说这个二子头 他可以被你搬 但有个前提 是在什么场合下他允许你搬 就是他反而不愿意尝 尝这个跟你这个飞交换 他在这个时期来点 这个时候黑棋就面临选择 黑棋第一种选择就是爬过 忍了 咽下这口气 白棋顶 搬 白棋通过这个点了 搬过来之后 我们看这两颗棋子 其实它不用跑了 它已经连回家了 那就省去了我们刚才说的 长 跳 甚至再贴 这些刚才我们说的 这一系列的下巴都不需要了 已经一手棋把它结束 这就是白棋的目的 那如果像这样的话 显然白棋是可以满意的 所以这个时候黑棋反击 黑棋的反击不是下的别的地方 比如说走这种 他不是这种反击 因为这个白棋点还是很紧凑的 还是命令型 黑棋的反击是爬 那黑棋的意图是什么 他希望退 白棋退 那这个时候他在管 爬跟这个退的交换 黑棋目数上就便宜了 如果你还是这样顶过来 比如说 当然你可以靠这个 可能意思差不多 我们就摆一个俗的 还是顶过来的话 那这两手的交换 大家看白棋这个子线 还是很笨的 很笨拙的 很愚蠢的起行 所以说黑棋的目的就是要便宜你一下 那么接下来 问题就来了 接下来白棋该怎么办 可以说下到这才 我们才刚刚进入正题 围棋就是这样 对于高手来说 它是每一步棋都是寸土必争的 看上去白棋 我们说他不肯长 所以说他要点在这 他的理想图是这样搬过来 但是对于黑棋来说 黑棋就不能接受 他要爬这个 那对于白棋来说 白棋现在又是不能忍 所以说实战他不肯退 实战白棋选择了顶这个 顶这个 我想就从这个棋形来说 如果大家有一定棋力的棋友们 就能够感受到这部棋的力量 他的这个力道 是怎么说呢 非常有劲的一手 比如说我这种选手来说 我是非常讨厌人家下这种顶的 我看了之后头就有点疼 因为这种棋 就是说从棋形上来说 是有点不讲道理的 他横着顶你一个 他属于不跟你讲道理的 属于是拼命三郎的一个招法 但是从具体的局部来说 你又拿他没办法 所以说很讨厌 这种下方很讨厌 黑棋只有长 底下下不好了 他只有先长出来 下一招其实是关键 正常来说 我们觉得顶了之后要跳过 跳过来 联络 这是第一目标 黑棋可以飞过 黑棋这个飞 其实是一个局部非常好的棋形 这样白棋 我个人认为 白棋这个点的顶是得不偿失 应该说是很亏 很亏的下法 因为你是分断不了黑棋的 你要顶的话 它可以退 如果靠在这的话 它可以顶这个 就这个局部 黑棋的联络是非常好的 那么黑棋已经联好了 这个铁头又在这挫着 那白棋这块棋的处境 就比刚才还要危险了 比刚才这个点之前 还有危险了 可能它就要落一个后手 不知道去怎么跑 所以说这个是 就是飞白棋的本意 那实战板田先生 又给我们下了一招棋 就是大跌眼镜 眼睛片都跌碎了 我觉得就是 看了之后 让我真是觉得 出乎意料 白棋实战是弯这个 这部棋怎么说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意图 没有语言可以来去形容了 你看这个顶也好 还是弯也好 对于我们普通的棋友来说 这个普通的棋手来说 它都是大素手 这个都是老师看了之后 要打屁股的下法 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但是这两部棋 却出自我们的大师之手 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弯 首先它就希望 就是说如果你不走 那下一招棋 白棋要度过 那如果你走 这个地方 黑棋是没有办法 就没有特别好的下法 来去分断白棋的 如果这样的话 白棋一断 这个黑棋棋型是很糟糕的 你不能挡 你要挡的话就吃死了 你只有退 你退的话 它好像还可以挤这个 对 因为正字有力 它还可以挤在这 它就算度过 这个棋 黑棋也不怎么样 就是白棋 这已经捞了一票了 同时黑棋这个地方 有冲断 然后外面又吃得不干不净 这个黑棋是不肯的 所以说它弯这个 实际上它不担心 你在上面走 那黑棋只有去阻度 黑棋阻度有三种下法 第一种下法就是尖 尖的话 白棋的目的就实现了 它先挡 这个地方还是有挤 黑棋要补 交换了几步之后 它再来跳 这个就是白棋的目的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什么叫做攻击 为什么 这个盘棋点了顶 这个叫做围棋攻击法 这个叫做攻击 它是什么道理 可不现在就出现攻击目标了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黑棋不能尖 那黑棋第二种 利 利跟尖的意思差不多 白棋还是跳 总之黑棋没有办法联络了 第三种下法 也是比较妙的一部妙手 就是实战 黑棋是拖这个 拖这个是个妙手 它的意图是什么 白棋扳 黑棋断 如果你这个时候吃 或者是多 那么黑棋就会从这搬 吃也是一样的 黑棋会搬 由于白棋弃紧 这个地方冲不出来的 它交换了两个之后 黑棋挡住变成了打吃 白棋只有提掉 这个时候黑棋再找个地方沾 沾这 白棋还是只有度过 这个跟刚才比完全不一样了 黑棋可以比如说就拖先了 或者说在这飞 飞过来 这个黑棋后视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跟刚才比同样是吃 刚才是不干不净 不清不楚 味道一大堆 脚上还有冲断 现在黑棋是通过 这个棋这一颗棋子 把外面完全封锁 这个黑棋可以满意的 但是 我们还是要有但是 但是拖也是在白棋的预料之中 板田先生搬 断 下成这样之后 它不是吃回去 它是再从这跳 对 再从这跳 黑棋大吃 那么跟刚才的区别在哪呢 刚才直接跳 黑棋可以飞过 你顶的时候 黑棋绝对不是团和 和这个脊柱 黑棋是退在这的 但现在由于有了白棋这几勺交换 由于先有了这个弯拖 弯断的交换 等于说 黑棋现在没有办法联络了 无论你是退还是吃 实际上它吃这个 白棋打下来 这个局部 黑棋已经被分断了 站上 所以实际上像是这样 黑棋加白棋力 黑棋跳 白棋双柱 对 这样的时候 我们看 黑棋这块棋没活 它实际上是跑了一个 那这块棋被白棋飞下来之后 这个脚也没活 你挡 白棋一双 对 不仅如此 白棋就双了之后 它这个地方留了一个后门 留了一个跳过 看上去比较猥琐 但是实际上这也是一条路 白棋自身获得了安定 但同时不仅如此 同时白棋把这个跳出来之后 我们看这三颗棋子 它又变成了进攻的目标 所以我刚才说的这句话 就是围棋真的是这样 就是对于高手来说 他下棋完全不讲道理 我们回无头来看 当然这个实战的结果 当然是白棋非常成功了 这是板田先生的妙手 回无头来 我们再来看看最初的局面 我们回到最初 我们看看这样的时候 这个时候 无论是谁来看这个局面 一定都会认为是 白棋是被动挨打的一方 白棋是要制孤的一方 白棋是要逃跑的一方 黑棋是主动的一方 黑棋是后的一方 但是通过这么撂撂的束手之后 完全双方攻手逆转 就是警匪关系发生了变化 白棋是点了顶 顶完了之后 一弯之后 这么几步抢手下完之后 瞬间黑棋就变得七零八落 这个真的就是差距 只能说这就是差距 我们没有办法再去解释了 所以说实战也是白棋 通过这个局部的战役 剃刀板田一发力 立刻就取得了这个局面的主动 甚至是直接就取得了 这个局面的一个盛势 即使是九段的大高手 面对板田先生 也是很难抵挡 这个就是高手的力量 好 那么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上一次我们简单聊了聊 围棋的抽象的概念 和具体的概念 这两种能力 其实这两种能力都重要 但这两种能力 实际上是我们自己 给自己的一个概念 只能说从相对的层面来说 是需要有这两种能力 但是在我们今天 再来看围棋这个项目 我们有了这个人工智能 有了AlphaGo阿老师 或者是这个Master大师 真正这个也是大师 有了Master大师之后 我们在重新审视的时候 可能人类对围棋的理解 又会发生不一样的变化 这个话题可能我们要 有时间的时候 我们下期再跟大家 具体的去聊 好的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